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聚焦洛杉矶 我是主持人子萱 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印度中国互相指责 边境紧张局势空中开火的新闻 印度和中国互相指责对方在两国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边界 发生对峙期间向空中开火 这进一步加剧了这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间的军事紧张局势 今年6月 20名印度士兵在肉战中丧生 双方都遵守一项长期遵守的协定书 避免在敏感的 未规定的边界上使用火器 尽管这项协定未能防止伤亡 印度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 周一晚间 中国人民解放军试图在拉达克地区的实际控制线 或德因素边界上逼近印度的前沿阵地 但是中国表示 印度人已经通过盘工作湖南岸突破了非正式边界 一周多以来 那里的紧张局势一直在加剧 中国外交部表示 印度军队非法越过实控线 率先开火 自7月以来 军事指挥官和外交官举行了几轮会谈 以缓解紧张局势 但在减少干旱的高海拔地区的军队方面 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两国都声称 这一地区对两国的安全至关重要 印度官员表示 上约下旬 印度军队动员起来阻止中国军队 导致阿尔卑斯山区 盘贡湖附近紧张局势升级 中国军队的行动表明 他们的目标是占领印度是为其领土的一座山顶 自今年4月以来 印度称中国深入入侵了其在拉加地区的一侧 此后两国一直敦促对方限制前线部队的行动 而北京否认了这一指控